巴西央行竭尽全力来控制国内的通胀率 但这是否足以能够让其货币升值呢 今天与我联系的嘉宾是来自诺蒂尔公司的 Lisa 亚历山大德森 Lisa 今天公布的巴西通胀率显示达到9.49% 而与此同时墨西哥通胀率则是达到历史低点 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比 巴西国内的经济如何呢 如果我们来比较一些国家 比如说墨西哥和巴西 我们可以看到巴西的经济是在衰退 而墨西哥的形势则好上一些 其在改革中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他们开放了能源行业 这促进其能够引进更多的国外投资 且墨西哥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更好 而巴西经济则是受到很大的增长压力 墨西哥的资源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 预期到美国经济正在上升 这会给墨西哥经济带来很不错的支持 而反过来看巴西 其主要的出口市场是针对于中国 现在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 这很有可能会成为其疲软的方面 巴西货币上周对美元汇率突破到历史新低点 当前则是处在3.85水平 投资者们是看跌这个西星市场货币的 您认为这样的跌势是否能够持续呢 我们认为雷亚尔的跌势将会继续 未来的三到六个月内 我们并不看好其回涨 从整体的画面来看 之前也提及巴西经济近期预计都不会有所起色 因此这会给雷亚尔很大的压力 平软的态势将会保持着 此外我们仍然预计美联储会加息 美元升值 这可能会导致大量的资金外流 无疑会加大 巴西政府的经常账户赤字 造成其经济的雪上加霜 而且大家都知道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 尽管在过去的数天里 油价有所回涨 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涨势 并不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 大宗商品的价格依然会是保持相对疲软 这在短期内都无法改变 因此在美国潜在的收紧货币政策 商品价格走低 世界总体经济增长放缓等 外部因素的影响下 我们预计雷亚尔还会继续地疲软下去 这也会给通胀率的控制 带来巨大的压力 根据巴西央行的政府官员 亚历山大康比尼的表示 巴西当前的货币政策策略 是继续保持当前14.25%的基准利率不变 那么您对于雷亚尔的长期走势 有何预期 当前雷亚尔已经是相当的疲软 但是从长期前景来看的话 这样的颓势已经差不多是达到了底端 我们并不预期雷亚尔会有很大的几率继续下探 但是美联储的加息 我们需要注意 如果商品价格回涨 并有所稳定的话 这无疑能够支持巴西雷亚尔 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 其疲软的态势有所缓和 长期时段内会有所回升 Lisa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访谈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